说故事的 听故事的 无论是谁 都是角色 欢乐的 悲伤的 不管什么 都值得分享 今后往家旧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家族story节目 我是四事 大家好 我是龙马 大家好 我是未免理性者G 我们这次新一期的 战锤节目 我们请来龙马 很兴奋 第一次直接听战锤 特别爽 然后我们这期 上期也预告了 我们这次要说 星际战士的武库 对 军备库实际上 对 然后我们就正式开讲 也不多废话了 也没法废话 内容太多 再废话其实讲不完了 首先讲 你们知道每次一讲 一个科幻作品设定的时候 肯定一个科幻作品 只要但凡设计到战争 打仗 那么它的军事设定 武器设定 永远都是设定体系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块 也是很多爱好者 津津乐道的一块 为什么我们对这种亚文化题材 很多东西就有那么多兴趣 肯定是它中间的一些 我们不管说中二也好 还是趣味也好的设定 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部分 那么有关战锤的战争设定 尤其是军备这一块 这个东西解释起来 其实是很复杂的 就是说因为 还是我就前几期也讲了很多 它是一个设定了很多年 就是有各种作者去写它 然后它的很多设定 也相互之间略微有冲突 一些可能也是有二次设定 这样的阿斯创作这样的情况 一般我们今天要讲的 所有的跟战锤有关的武器 和军备设定 都是大家比较公认的那一部分 因为你不排除 以后作者脑袋一抽手 他就写的就很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都今天讲 都是大家公认的那一部分的设定 然后就上一期 我们讲过 星际战士的军事装备和武库 它和帝国其他部门 是独立开的 它自己所使用的军舰 它所使用的装甲车 装甲部分和单兵武器部分 和帝国其他设立 其实完全独立开的 包括什么维护什么 都是自己来 也会有机械教给他们维护 但大部分时候 他们要靠自己维护 他们有很多设备生产 都需要自己 就是有靠自己生产 一般我们之前说了 每一个星际战士 有自己的母星 他的母星是一个 不可能只是一颗星球 它是一个星系 在这个星系里 就会有专门负责 装备制造和维护的一个星球 然后就都会由他们自己来负责 有些时候星际战士 自己的战舰上 也会有专门的武器装备生产 和维护的这种加工线 所以说星际战士的武器装备 相对而言是最特殊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 星际战士的武器装备 在帝国方面也是最精锐的 也是最好的 好东西肯定都先给他们用了 但更好的东西 更牛逼的东西 还有一些更厉害的势力 我们上期也说过 比如说什么死亡手帽 这些都是特例 我们之前说了 永远就先讲普通情况 再讲特例 特例我们都以后放着再说 今天也不知道讲的地方 而且实际上说他的特例 他也没有多独特 无非就是 你有一把手枪 我有把手枪 震弹术改进行 就差不多 喜欢现代军事的玩家 你这么理解就行了 大量衍生型是吧 对我们今天就来 先讲星际战士的武器装备库 先讲星际战士 武器装备库的时候 我要提一件事 就是帝国武器装备库 首先我要提一个 帝国武器装备库的概念 刚好前两天 战锤他黑图书馆 就知道战锤他自己的写小说 专门有一个网站 有一个就是 很多人理解说 JW有个子公司 也是这么差不多吧 黑图书馆这个网站 他有一个首席小说作者 就是ADB 他是写了赫鲁斯之爪 就是这些 文笔非常好的一个作者 可以说战锤小说系列 写的最好的作者之一 他之前在这个推特上 给他们给所有的玩家 解释了一个问题 就说可能看过战锤 战役设定和小说的朋友 就很清楚 没看过的话 今天就一说你也能理解 就说为什么战锤很多小说 写的特别的傻 就是你是一个未来科幻故事 虽然说前几期我们老说 他是一个套了科幻皮的 一个假科幻故事 但是你在一个 未来科幻设定里面 你很多战术 为什么显得那种落后 思路非常落后 以往可能很多作者 在就我们说是 设定处设定控 或者说是科幻小说作者 在聊这个问题之后 用一个设定去解释它 就圆往回圆 但是这一次 Gamesworkshop 他选择用另一种方式 来给他的故事 就做一个解释 是什么解释 为了好看和酷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作者 在写小说的时候 肯定要参考人类 已有的战争作为参考 而人类所预估的未来战争 实际上是并不好看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不知道有谁玩过EVE 我是 你玩过EVE 你就知道EVE的很多战争 其实是很不好看的 EVE玩家 我有一个朋友 EVE的铁杆粉 他跟我讲过很多EVE 我上EVE只是简单玩过 就说真的在太空中打仗 那个导弹 就只能看见几个线 就过去 然后对面 凭几个小火 离了五六十公里 互相射万平 在视野外的这种互相交火 这是人想象中 未来战舰交战状态 未来的地面交战 很多人也想的 如果真的有星际战士 之前有人推测 如果真的有星际战士 这么强的人类 他所体现出来武装形势 绝对不可能是战锤里这样 他应该是一个人 穿着一身很隐蔽的衣服 拿着一把非常大口径的狙击枪 在集市距离里外 就一枪先把你崩死 然后背着狙击枪到处跑 因为他有这个体能 这是比较符合现实的一种猜测 但是那就真的很不好看 汤姆克兰西 有汤姆克兰西的写法 战锤有战锤的写法 没错 因为现代战争追求 不对称状态 你要种不对称 追求打之前我就赢你了 大家一定要带有这么一个观点 去看一个问题 就是某一个科幻小说的作品 它的设定是为它的故事服务的 设定为故事服务 这个是任何科幻小说 不能逃脱的一个点 对的 这就为什么我老说 现在中国互联网上很多 对硬科幻的要求已经 匪夷所思了 就走歪了 就是永远基础设定 是为故事服务的 故事好看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在这一个前提下 我们来讲帝国武库 实际上你要理解帝国武库的一个 表现出的一个形式是什么的 就是它本质上是一个 一战和二战的部队 对 就是它的很多战术 还处在一战二战 甚至更有甚至 现代武兵时代那种 它是处在拿火轮战时期 那个战事思路 就特别的愚蠢 比如说最著名就那 弗拉克斯工程战 就是DKK 克里格死亡军团 打叛军的这场战斗 本人上是个欠豪战 对 网上 这个是有完全翻译的 网上可以找 就是它里面所展现出来 这个战术 还是个一战初期的水平 就非常的蠢 但是它之所以这么写 还是为了要给故事 做设定做服务 然后 整个帝国军备 所展现出来的状态 它也是一种 在一战和二战的军事 理念基础上 进行科幻加工之后的产物 那有什么 举个最难的例子 我们知道在战锤的很多 就了解战锤的故事 很多武器叫MESO 导弹 但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帝国方 我们就说帝国方 不说外星人 帝国方 他们的所有的导弹 除了星际战士和帝国海军以外 这以后我们再讲帝国海军 之前有很多人吐槽说 这一句你说多少个 以后再讲 以后再讲 以后都讲 这个大家不要担心 不担心 以后我们再讲 在讲帝国海军的时候 我们会重点提一下 这事 只有在星际战士 帝国海军所使用MESO 它是真正的导弹 它是有制导功能的 帝国卫队 AJ的那一大堆MESO 包括 我们开玩笑 金江军 死亡直击导弹 和歇尾尸导弹 这些东西 它都不是真的MESO 其实是火箭弹 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火箭弹 上面加了一个 后方一个人为操纵 它的制导能力非常差 制导能力甚至不如 寿人 这个都不是开玩笑 待会我们再说一下 寿人怎么回事 马上就说 就说是在 帝国卫队 他们的武器 实际上 你现在的军事理念 来说是非常奇怪的 他们很先进的地方 极为先进 比如说 他们有 我们经常看 在小时候描述 说帝国的这种 火箭炮 帝国的这种火炮 比如石化西火炮 它有一套 比较先进的火控系统 但是有这么一套 先进的火控系统 但是帝国 它却没有一套完善的 尤其帝国卫队的 基础列装 没有一套完善的导弹系统 就和我们大家所影响中 现代战争导弹 是完全不同的 在小说里面都会 专门有描述这些东西 需要有人去操纵它 制导能力很差 专门有一本小说 写的这件事 所以这就让很多玩家 觉得非常奇怪 说这是为什么 这其实就是 为故事做服务 就是导弹这种 高科技东西 不好看 是不好看 要写它 我不要写 真的写高科技的时候 才写就只给帝国海军 飞机 光鲜亮力 光鲜亮力 空军打仗的时候 和星际战士 需要用导弹的时候 它才会有导弹这个东西 然后这是一点 这是一点 其二是什么呢 就是说帝国所有的武器 它的科技解释 它会用一种 其他方式来解释一些设定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帝国需要大面积 去打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会解释 死亡直击导弹 它是利用杀伤范围 来弥补精度 死亡直击导弹的 杀伤范围特别大 用杀伤范围的弥补精度 它会用各种方式 来把这设定远回去 就在这样的一个设定基础上 就说是 我们大家就说 就尽量可以去理解 不去吐槽 为什么这东西 它这么不合理 其实合理的故事也有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在战锤的 有一个战役设定里面 出现过这么一幕 说潜艇从海里面升上来 用潜艇的海基导弹 攻击港口 非常精准的 对 这是 也不是很精准的 反正它大面积发射 然后三艘潜艇 上面是运兵船 直接撞在了洞上 然后潜艇 是前面的舱盖 打开冲出来 大量的步兵冲击 然后在远方后方 有一发 巡航导弹 打到了太空轨道上 不停的向下发射EMP 就是那个电子干扰 然后瘫痪了 这个城市的大部分 就是电子设备 然后还有 说是这个边 有一带着伪军 就是叛逃的士兵的将军 跑到别人的平民区 去煽动平民起义造反 这是一个 听起来是很现代的战术 是谁做的呢 是兽人做的 这样子 就是大家一听 就简直觉得 就三官都毁了 不可思议 这种事情 帝国其实做的很少 反而是 这唯一一场 就详细描述 是兽人干的 就是阿米吉顿三战 碎骨者带军 打着去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是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帝国 它永远都是 毁伤性为主 我先泡火覆盖 我要用绝对的武力 去打别人 反而动脑子 史记谋这种事情 是描写外星人居多 当然帝国 你说它有吗 肯定是有的 比如说克里德 克里德就Cred 就是IJ的宝主 描写它的战役中 就会涉及很多战术性的东西 也是很现代的 比如说专门写 卡迪安军队 那本小说里面 卡迪安他本身 也是有很多 现代战术的 但只是 他为了有时候 彰显一个故事的发展 他会把这些东西淡化掉 让你只能体验出来 武器和火力上的先进行 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去解释 然后他的科技的部分 就全部 就那种高科技和战术部分 就全留给Spacement Rain了 然后我们这时候 再来讲Spacement Rain 明白了 就明白了 Spacement Rain 首先我们说到 任何一个科幻故事的主角 Spacement Rain 它都会有一个非常 大家就是 就怎么叫商标化的东西 明星产品 一亮相就能看出来 明星产品什么呢 炼锯舰 爆弹枪和动力甲 那么我们就先来讲 炼锯舰爆弹枪 这些单兵武器装备 那Spacement Rain的 单兵武器装备 最出名就是爆弹枪 那爆弹枪 它是一个什么设定 可以说爆弹枪 就是40K的基础 就是你知道战属40K 你一定会知道爆弹枪 它叫爆弹枪 Bot Gun Bot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 它这个东西翻译 实际上就是尸弹枪 早年翻译叫尸 因为它是Bot 剑尸 Bot的意思是剑尸 就是弩的剑尸 但是它之所以叫Bot Gun 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一种什么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小火箭 它有一个火箭助推器 里面是一颗炸药 打在身上是 直接会爆炸的 你可以理解 它每一发爆弹枪 打出去子弹 都是一发小火箭弹 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就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新战是常用的 常见这种爆弹枪 在一轮起扫之下 是可以把大部分 常见轻载具打烂的 它甚至都有些 反载具功能 当然我们说 很多棋子玩家 千万不要把背景和桌面 桌面是为了 桌面平衡规则 在背景里 这相当是 发射小火箭的火箭发射器 设定上 它就是手持的单兵RPG 对 然后它的弹架 你也看到 因为它的口径非常大 它的口径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的弹架 一般就只有20发到10发装 然后最多有30发 在30发以上 你会发现 它的爆弹枪的武器 它的弹架变成一个弹鼓 这些东西 回头都会找图片 贴在时间轴里 所以爆弹枪 是新战士的标配 这种武器 是没有办法 给凡人装备的 因为它的后座力太大了 对 然后很多人就问说 为什么爆弹枪没有枪托 对 是因为 星际战士根本不需要枪托 他们所有的后座力 会被动力甲缓冲 然后很多人说 那新战士 我们看好像新战士 从来不瞄准 就没有说 我们这常见的战士瞄准 因为新际战士的爆弹枪里面 有一个传感器 会把它的瞄准 它的定位信息 全部定在 这个新战士头盔的 眼镜瞄准器里 所以说它实际上 在经常就 腰射就是瞄准状态 直觉的瞄准 对 上期我讲的 新战士动力甲 它的甲壳装甲是动联 就是说它的 穿上动力甲 你的瞄准系统 神经是相连接的 神经直接控制瞄准设备 然后就连接在你的枪上 这是一套 非常高科技的系统 非常合理 对 是很合理的 它这是一个 然后你以后会发现 新战士的瞄准镜 它很多步枪上 专门的瞄准镜 它没有像后面的 瞄都不是连在眼镜里 就说很多人说 为什么新战士 拿瞄准镜去腰射 它实际上是在瞄 模型上 专门有根电线 是接在枪上的 你仔细看 它是很合理的 得有那个镜 来前化它的处理速度 对 但是它不需要拿眼睛去瞄 不需要拿眼睛去看 它直接 你看 你会发现很多新战士 头盔上面 专门有一个瞄准镜 对 这个东西和它 你枪上那一把 就是连在一起的 它是个很有趣的设定 机械战警 对 你可以理解成机械战警 但是新战士 包弹枪是分很多个型号了 我真的就不赘述了 回头我会在 它的型号 基本上你就可以理解成 从帝皇早年 从动力甲的MK 就是从最早的 雷霆战士那套动力甲 在发展到后面的MK3 MK2 MK4 它有个发展脉络 对发展脉络 包弹枪的型号 也是根据着不同 来改进的 当然并不是说 所有型号的包弹枪 就一定是最新型的 最先进 并不是这回事 它有时候改进的原因 可仅仅是因为生产成本的原因 到了8亿之后 我们知道 援助星星战士 他们有了新的包弹枪 这个包弹枪 以后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讲 援助星星战士 就把援助星星战士的武库 单独讲一遍 因为他们的武库 完全不一样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一套体系中 就是星星战士 包弹枪 原来是他们的标配 即便是侦察兵 他们也会装备包弹枪 只是他们装备的包弹枪 大部分时候是 射速 就是在背景里面会告诉 这些包弹枪的射速 会被调整一些 就是符合侦察兵 但是大部分侦察兵 实际上已经在使用 标准尺寸的包弹枪 侦察兵是不穿假的 他们只穿的甲壳甲 但他们体格 已经完全可以使用包弹枪了 你会发现侦察兵 大部分人使用包弹枪 都在瞄准进 这是侦察兵的战术需求 因为包弹枪有很多型号 他们还专门有狙击型号 包弹枪实际上是一个 很时髦的设定 它是一个模块化 包弹枪经过零件改装之后 就会成为狙击型号 狙击型号就是使用了 各种特殊的弹头和家常枪管 以及进行改装之后 就变成狙击型号 然后还有这是有狙击枪 还有非常特殊的包弹枪 有突击的那种狙击型号 就不是普通的狙击枪 然后还有一些 很特别的狙击型号 还有一些是专门打特殊子弹的 就包弹还有很多不同子弹 这种东西都会交给老兵使用 我们知道新战士还是老兵的 如果老兵使用这包弹枪 有专门用来打穿甲用 比如说对面也有类似 动力甲这种装甲的时候 它会专门有一种穿甲弹 有穿甲弹 然后还有专门用来打生化体 就是这种有机体的 所以中文里面有酸液 打着就会造成更多伤害 然后还有一个弹是燃烧弹 燃烧弹是打太龙蟲蟲 打兽人都非常有效 因为兽人本身盔甲很少 如果灼烧和静力的活性 好 战力弹 对 战力弹 还有贯通弹 对不起 射甲榴弹 你可以理解这样 就是包弹枪 其实是一个很先进的武器 在设定上特别先进 对 它的这些 在这一系列的武器设定以外 它还有什么呢 就是还有复合武器 复合武器实际上是在大叛乱之后 被帝国广泛使用的那种型号 它是在30K末期 才被制造出来一个设计 就是说可能我是一个星星战士 因为星星战士的战术 我们就之前跟你讲过 它的战术更倾向于什么 斩首 对 就一群星星战士通过空降舱 落在敌方后方 打掉对方的指挥目标 敌方的重火力 后方重火力 它是一种斩首的目的 而星星战士大部分时候 你就是他们的重武器小队 和特殊武器小队 是需要在前线对战的作战的 而一些需要 就是从天而降的快速打击部队 垂直打击部队 他们不可能带那么多武器弹药 对 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的办法就是说 我们复合武器 我们在爆弹枪上面 在下挂一个武器品牌 就有点像枪榴弹 这个也是非常时髦的 这些下挂武器就包含了 星星战士武裤里面 拥有了大部分的特种武器 有复合的离子武器 就是等离子枪 然后还有复合的烹火器 还有复合的热熔武器 都是可以下挂在 对 这些武器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的弹量是有限的 可能就能打三四发 就打完了 但是他们的目的 就是下来打完一个 只要把重点目标摧毁掉 就可以了 因为离子武器和热熔武器 我们接下来讲 它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武器 这是爆弹枪 所以有关爆弹枪 当然说你讲的很草 是因为爆弹枪 它的设定 其实是一个 很容易理解的东西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去看 就是网上找相关资料 这些资料 东西就非常长 有关就每一个 像什么爆弹它的原理 都会有简单的解释 在战略4GK里面 就有关爆弹原理 我刚才讲 它里面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叫做 跟核动 是跟核武器有关的技术 讲的非常的玄乎 但它从来没有 非常仔细的去讲 它是个什么原理 就告诉我这个东西 它类似于一颗小的质子爆弹 一炸 然后推开 对 然后它每一种独特的弹药 都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玄学技术 比如说一种叫做锯 火锯的锯的能量 燃烧能源之类的 它都是一种 战锤自己的设定 这种东西是产生高热 高温高热 可以瞬间燃烧怎么样 都是这样的设定 就说新战士的爆弹枪 你不要看它很简单 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设定 但是能得说远 就是一个超人科幻版的步枪 对 按照现在步枪的思路 我可以后挂这种东西 是没错 龙马这个解释就是一个 完美的解释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看说 凡人也有使用爆弹枪 在战锤的背景里面 凡人使用爆弹枪改装过的 它的口径是缩小过的 后座里射速也是改过的 就是爆弹枪除了爆弹枪 还有爆弹手枪 对 这爆弹手枪缩小了口径以后 会配发给帝国军官 高阶军官使用 也会配发给正雷使用 透而用用 对 因为是要给人类用 但是这种武器威力也很大的 爆弹枪威力有多大呢 在背景里面你可以这么解释 就说是 你拿自动武枪 就比如说你拿把M16 去打一个兽人 这些M16会在兽人的子弹 会镶在兽人的肌肉和皮肤中间 打不进去 疼一下 因为兽人的肌 它实在太壮了 爆弹枪打到兽人 会直接在兽人上 炸出个大空 一枪只要把兽人打死 当然兽人因为体格太壮 有时候一枪打个空 兽人还死不掉 如果他战后就得到了正常的治疗 比如说给你塞个跳跳 兽人医生 这个东西不解释了 然后就拿来智慧 但是你用普通的凸击武器 包括激光武器 可能只能在兽人身上烧上几个就 闻个身 帝国卫队的激光枪 闻个小猪配骑 打个几枪 可能就烧几个 灼烧火劲 基本上要20以上激光枪 要骑射才可能把兽人一哗就烧穿 但爆弹枪基本一发子弹 然后命中 就以兽人普通的那种盔甲 兽人盔甲 我们知道大部分兽人小费就是个铁皮 铁板当打穿就把兽人打死 所以爆弹枪绝对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很有意思 但是是普通兽人 更强的兽人是另一回事 所以你看还有意思是 我们觉得很先进的激光枪 在帝国武库里是裂兵使用的 反而是实弹兵器 新一战是用牛逼的 然后这就是实弹兵器浪漫 我就是要写一个很牛逼的实弹武器 然后讲完爆弹枪 我们要讲什么 就讲一下帝国 它的单兵武器的其他装备 先要说到这件事情之前 很多人说爆弹枪的口径是什么 爆弹枪的口径之前 他们已经就很多说过0.75英寸 0.75英寸 0.75英寸和0.50英寸 在这个口径之间 就是说在这个口径20多毫米 就真的是小榴弹 0.50英寸到0.75英寸之间 然后重爆弹口径还会更大点 这是以前的设定 后来他们就 Gambo上他不再提这个设定了 弱化 很少提了弱化 因为很多人就 你一提这个设定 大家都要去找 研究的 你这个弹架 它装不下 这么烦人的 然后Gambo上说 你怎么这么讨厌了 我以后不提这事 刚才说这口径 我脑子就开始过 弹架 然后就牵后座力 然后火力系统 包括很多人也问 你说 司音战士 我在看你的故事 打打打打 你一发子弹就20发 对吧 一下子弹20发 子弹 弹架 我也没看你 模型有弹架 后来Gambo上 稍微为了解释这件事 还专门解释 弹架是哪来的 说你看你 它背后背包 背包背后 实际上是有插弹架的地方 这个模型里做不出来 好 你的新战士腰带上 实际上也有插弹架的地方 然后在模型里面 它专门有弹架弹 但是因为 实际上你仔细一看 你会发现 如果你按模型的话 你一个新战士 就带三个弹架了不起 但背景里面 它会带五到六个弹架 然后新战士 没有弹药会怎么办 实际上是空降舱 扔下来一个弹药空降舱 这个专门还出了模型的 落在你面前 你当然可以减 是这样的设定 所以一般你看 新战士一旦要是弹尽粮绝了 他们就会使用近战武器 这个近战武器 我们放在之后再讲 我们再来讲它下一个武器 就爆弹枪 我们讲了这么久 就一定要理解 从这个时候你能感受到 战锤有关 新战士武器设定 它和大家想的是不太一样的 它有自己非常有趣的内容在里面 那新战士除了爆弹枪 其实它还有一些特种武器 这种武器 基本都可以分为这么几类 就是激光 离子 导弹 重力 重力 基本上就这么几大类 新战士的武器 也基本上就这么几大类 那么我们先从离子枪讲 离子技术 战锤里离子技术 和辐射里的离子技术 玩过辐射 其实它的解释都是一样的 只是战锤里的东西更玄学 我们知道辐射里 离子本来就是一个 现实中不可能存在 它也是一个 用一个黑暗原理 它就说是 我们知道等离子体是高峰的 把等离子体打出去 就能把人烧伤 这是辐射里等离子解释 战锤里也是一样的解释 就是打一个等离子气态 气态等离子体 有武器 一个电僵体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打到人 烧穿了 因为它极高温 它还有穿甲功能 它的穿甲效果非常好 就是等离子武器 基本上一枪过去 能把 星际战士最好的装甲 都能被它烧穿 就是等离子的滋水枪 对 就是等离子武器 是一种非常先进 威力非常大的武器 但是等离子武器的缺点 是什么 在战锤的背景设定 因为等离子武器 它是一种很古老的技术 在经过了多年以来 这个技术 就是失落的太多了 它变得非常不稳定 本来会折腾 对 就是帝国的等离子 就非常严重的 过热现象 就是等离子 一旦要是开启了过热模式 它过载了 这个等离子会爆炸 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呢 哪怕是星际战士 基本上也就 没了 就炸死了 星际战士都能炸死了 而星际战士在配发等离子武器 因为我们知道 凡人帝国卫队 你今天我给你配发等离子枪 这个帝国卫队的大哥 哎呀 我操你妈 你坑我 然后就特别害怕 因为星际战士不会畏惧的 他们有非常强的战士修养 所以星际战士在使用等离子的时候 非常小心的 但即便最在小型 等离子武器都很危险 在游戏我们看到等离子武器 它就是在模型游戏 就是那个打出一坨一坨电疆 也是一个 我们知道在游戏面 它是很好用的 大家都喜欢升级它 那等离子武器在桌面上 也是很好用的 但那背景的 它其实并不是一种 非常高效的武器 因为它的过热性 而且经常有时候会耽误事 所以这个东西呢 即便是星际战士 对它的装备 也并不是完全依赖它 尽管它威力很大 也并不是完全依赖它的 这个等离子武器呢 它的设定因为 就是怎么讲 对待着它烂俗了 它就 就是我们就基本上 这么一讲 它就理解了 其实它个大部分 我们在科幻背景面 看等离子武器区别不大 但是在战锤的故事设定里面 它的这个等离子武器 你看它的武器 它有个散热器 背后有一个小拧的东西 它就是散热器 等离子武器发 打久之后过热 这是帝国的等离子武器 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会过热 它真的非常危险 所以每一个使用等离子武器的人 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老兵才用 对才会用 然后等离子 除了等离子枪 还有等离子炮 等离子炮就是大号等离子武器 会有 就是那个Space Marine的 毁灭者小队 我上期讲的重武器小队 重武器小队 等离子炮 它的威力很大 它是用那种反载具武器 它同时也可以 它因为是打出会爆炸 电疆体会碰的炸开 普通等离子武器 打到人身上就 就唰一身就烧穿了 而等离子炮 打出大的电疆体会炸开 所以它有时候也是用来 对付人海的 对付一群人的 是种炮击 AOE 它同时 它也是一种 很常见的反载具武器 手持炮击 等离子枪 也是刚才说的 帝国的复合武器之一 这个复合武器 就是这种等离枪 就下挂在爆炸枪的下面 我的妈 打一两发就完了 这也是 帝国应该说是 就是亲戚战士 在斩首行动 很常使用的一种武器装备 真是 它就需要三四发 对 除了等离武器 我们下一个说的什么 就是激光 帝国 就是斯里斯蒙人 是没有激光枪的 因为为什么 在战锤的设定是这样的 一个激光武器 如果威力大 它必须要功率大 而且要造的很大 就杀伤力就坚强 这就是为什么 帝国卫队使用的激光武器 就激光枪的威力是那么小 但是激光炮 就是另一回事 就个儿特大 激光炮的是一种 就是肩扛式 当然在 就是我刚才说 等离子炮 这个东西 帝国卫队是不会装备的 帝国卫队把人装坦克上 就只有星星战士 这个体格才能扛着打 那星星战士 有时也把它装坦克上 这个东西我们还另说 激光炮这东西 就是帝国卫队 是把它成那种 就是重武器小组 三个人扛一个 往上一架 两个人 一个人装弹 另一个人瞄准这种 就有点类似重机枪 这种形式的武器 是激光炮 而星星战士这边 直接就坚扛使用 因为他们确实体格够壮 激光炮就是一种 非常靠谱的武器 激光炮可以说 就是星星战士的 反载具武库里面 最靠谱的武器 首选 首选 激光炮的威力非常大 它可以轻松的击穿 大部分外星人 甚至帝国乙方的装甲 包括犀牛 黎曼鲁斯 还有 甚至你说 你还可以打个打飞机 只是说我们知道 只是坚扛打飞机 人很不靠谱 是 让它的 因为它的威力非常大 所以说它是一个很有效 很高效的反载具武器 也是帝国 也是Space Marine 在面对敌方重装甲时候的 首选武器之一 激光炮的射程非常远 威力非常大 它唯一的缺点 就是因为它很重 它很重 它背一个电视背包 所以你背着这武器 你自己也就移动很缓慢 所以说重武器小队 使用激光炮 一般都是帝国 就是星际战士的后方单位 它也很难说冲到前线去打 明白 所以说 这个激光炮的更 尺寸更大的型号 会广泛的使用在帝国的 各种飞机战舰上面 比如说帝国战舰上面 最著名的那个星星炮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 大口径系的激光炮 还是激光武器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火山炮 什么也是这样 就火山炮 火山炮是大口径激光武器 火山炮就威力大道 一炮把泰坦打穿 它是就是激光炮 这个东西在这个 战锤的背景设计 它做不小 做小威力就会变小 就一定要做到 差不多激光炮的尺寸变大 所以IG 其实IG单兵的激光炮 它就是供电了 因为功能问题 所以效率非常低 然后说完了激光炮 另一个是什么 中爆弹 中爆弹是个非常有意思 它是爆弹枪的大尺寸版 它的威力非常大 中爆弹基本上就是说是 什么兽人的一些倾心载具 中爆弹直接对着屁股 一轮扫就扫爆了 它就直接是一种 榴弹发射器 你可以理解成 我们现在常见那种 就是单族使用的那种 重型榴弹发射器 就是有点类似 搬用机枪和突击步枪的 那种口径差异和火力差异 对 就是Space本是重机枪 也是当然对SPIMER 是提示打的 然后这些武器 包括刚刚刚是激光炮 中爆弹 他们也同时有车载版本 但是在帝国卫队 这个中爆弹 就得是刚刚我说的 中武器架在地上打 三个人 再架一下 对 但是帝国卫队也有猛男 比如说卡塔昌丛林战士 帝国卫队一个团 他有一个士官叫哈克 这个猛男 他就能提示中爆弹打 跟星星战士似的 少数人 是吧 有猛男是这样的 但是星星战士 大部分是中爆弹 是提示打的 中爆弹也会被 广泛的装备在载具上 中爆弹这个武器 是被天星战士 大面积用来对付集群单位 尤其是太龙虫作的兽人 尤其是太龙虫作的兽人 尤其是对付兽人 就是中爆弹在各种小说明 你看有兽人出现 一定会有中爆弹 中爆弹对兽人羁群 发出扫射 打到兽人肢体 满天飞 这种小 就是非常常见 中爆弹就是大口径的爆弹 但中爆弹的造型 武器造型设定的 发生比爆弹更合理一点 因为你会发现 星星战士背一个弹药箱 有一个大的弹带 然后有弹带拉上去 对 所以它的设定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中爆弹和爆弹 这个东西 大家一讲都能理解 对星星战士来说 中爆弹是一种 很常见的反步兵武器 反步兵重武器 讲完了激光炮 离子和爆弹 然后就要讲几种 很独特的 显然是热熔武器 热熔武器在 是40K的一个独特设定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核武器 是吗 对 热熔武器它是一种核武器 热熔武器在整个40K的 所有的帝国势力 都有广泛使用 连帝国卫队都有广泛使用 热熔枪它本质上是什么呢 是在枪里面产生一个热熔巨变 然后把这个巨变 变成热熔冲击波打出去 融化开对方 敌方装甲 是一种反载具武器 这个东西威力大导 即便是帝国卫队使用的 小型热熔武器 它都有击穿泰坦装甲的能力 威力就是这么大 所以说这种武器 也是比较珍贵的 但是它有什么缺点 它的射程非常短 就是它只有在很短的剧练 你可以想象是什么种热熔切割机 它必须要在很短的剧练内去射 才有效 所以说在帝国卫队常见的时候 使用热熔武器 基本是那种自杀行为 帝国卫队使用的创具 就被打死了 对辛勤战士来说 就是从天而降落对方 比如说 清场的时候 由他射人机甲 呱跳到射人机甲 不过冲上去 哐把射人机甲打爆 因为辛勤战士自身很强 冲上去不一定就会被打死 只有他们才能在这种 可以保全自己的前提下 使用那个武器 然后除了热熔 就刚才讲完说是热熔枪以外 还有热熔炮 就是重热熔 重热熔枪 一号抛出去 它其实跟热熔枪的原理是一模一样 只是因为它的体积更大 所以它的射程会更远一点 但除了射程原理以外 它和热熔枪没什么区别 它也是这种重武器 所以说热熔实际上 在各种小说里面 它会经常被帝国 Spaceman吐槽 吐槽什么的 说这么重 你还要让我冲到前面去打 凭什么什么 就这个东西就不好用 没什么道理 但是因为它的效能 实际上是太高了 所以它也被装备在帝国 也是星际战士 所以在游戏星际战士里 热熔枪被对位跟喷子是对位的 它激发出来是什么效果 就是热熔 一个冲击波什么 就看起来像是 怎么说 有点像是拿喷雾气 喷出来的一个雾气 紫色的那种热熔雾气 一流一桥 一串子热熔 一个扇形 碰的一声 不是扇形 就是长长的一根 像是在游戏里面 像是一个火柱一样 对 烧在对方的装甲上 把装甲直接烧穿了 其实它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然后除了热熔 重热熔和热熔枪以外 还有热熔雷 热熔炸弹 热熔炸弹 这么喜欢 反而是帝国卫队用的 最多的一种武器 这个挺在科学的 反而是星际战士用的最多的武器 就是热熔炸弹贴在 贴在载具上就跑了 还是得贴上去 对 热熔炸弹热熔雷 粘在上面 就有点类似 它的造型的类似什么 辣的炸药 磁性炸弹 就是磁性反坦克手雷 就这样的东西 这是星际战士的热熔 还有一个东西什么 热熔火器 热熔火器这个东西就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太常见了 也分轻型和重型两种 热熔火器也是 经常拿来打兽人和虫子 你发现这种 适合用来反步兵集群武器 就是适合用来打兽人 和打虫子的武器 没错 除了热熔火器外 还有最有意思的一种 这是一种新武器 其实它在武板之前都不存在 它叫什么叫重力枪 重力武器是武板之后 就是给星际战士一种新武器 重力武器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产生一个引力波 重力波 重力武器的技术原理 来自于兽人 这样吗 我还以为 什么来自一个什么 它的这样的 也不能说来自于兽人 它有很多种解释 最新的解释 说是重力武器的技术原理 来自兽人 当然这只是 就是那个野兽崛起里的解释 当然不一定完全 因为重力武器 实际上它30K年代就有 被机械教大面积使用 在40K之后 它又给星际战士使用 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种就是 就是你知道 不同作者不同解释 不一样 在野兽崛起新书里面 它说就是说 重力武器原理来自于兽人 当然这个东西 就是设定冲突的东西 就你可以理解成什么 说不定重力武器 就来自两个不同来源 也是有可能的 就说不定30K时期 你机械教就有重力武器了 然后又把兽人的技术 过来改良了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兽人主星乌兰诺 它就是阿米吉顿 这两个是一个星球 当年野兽崛起结束以后 机械教偷偷的把乌兰诺 抢过来改造完 改造成阿米吉顿 在上面偷偷研究 兽人科技 这是野兽崛起 这本书里讲的 就在背着帝国 研究了兽人科技 这就是为什么 兽人不停要打阿米吉顿 帝国一直不能理解 实际上全机械教干 就是说 重力武器是这样 它产生一个重力力场波 在这个力场波下 体积越重的东西 你就会被自身的重力压垮 这个意思 这就是重力武器 就是说什么 兽人不穿甲 这东西打得上 根本打不出伤害 但是你遇到一个 穿重甲 比如新战士一枪打下去 新战士就被自己 这么重量给压死 这个就是重力武器 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 它甚至厉害在哪 如果它在打载具 因为出力的问题 它一般对载具 很难造成效果 但一旦要是出力 刚好达成的效果 打中载具 载具直接会被瘫痪在原地 不能动 就在背景的时候解释 但是一般来说 新战士常见的 手持重力武器 它是很难打成这个效果的 要看运气 但是重力武器 被大面积使用在小说里面 其实因为它是出现的很晚 在小说里面 它经常被拿来对付什么 对付混沌性战士 因为对方也是穿甲的 一种反甲武器 对 它是一种 用来你士兵重装士兵 它也是反步兵 越重的士兵 越重的步兵 它效果越好 如果对方是让什么 比如瘦人 什么装甲 金属装甲都没有 你打上去就没什么效果 它取决于对方的 穿的装甲的 装甲的厚重度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黑科技 因为它是一种新设定 所以说 Gameshaw也很少说 重力武器的原理是什么 也不说 它没有讲 就是这种STC 原理也丢失了 STC被 反正能造 对 没能造 STC可以起来任何事情 对 它被大面积的使用 在新战士的 这些单名武器装备里 但是重力武器 它很少有车载版本 因为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 在30K年代 它也没有车载版本 可能是车载版本的 STC还没挖出来 反正就是 你可以这么解释就行了 想有的时候自然会有 刚才我说的 这些所有的武器 它们都有大部分 都有车载版本 少部分是没有的 但是车载版本 还不是说 你想车载 我今天我改装一下 装就能装上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东西 我上一期讲了 不能瞎改 乱瞎改东西 这个机械叫 是要找你麻烦的 哪怕星际战士 你乱改机械叫 也要找你麻烦 因为STC这个东西 终究还是要 归人机械叫管 虽然说星际战士 自己也会私藏一些STC 但是私藏STC这件事 我跟你讲 严格的说 它是异端性的 但大家必须要 严格说它是异端性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 谁全都大家听谁的 我U团 对吧 我机理慢之子 我私藏了STC 你敢怎么样 机械叫 几个师 行行行 你牛逼 但如果是一个小团 一个不出名团 四艘STC机械叫 立刻把你打了 然后再把你 室团成异端 发配让你 辅足远征去 搞不好你这团就灭了 就看谁指几个师 对 就这样的设定 然后再说完这些 远程武器之后 大家会发现 在这种故事 你会发现 星际战士的武器装备 感觉跟常见的科幻作品 差不多 这就要涉及到 星际战士的故事定位 在往往我们涉及到 一些讲战术 讲思路的战绩里面 星际战士就是主角 那么就会 这些东西就会 设计个星际战士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他有AJ也有 自己的装备 类似型号 这些东西往往 就是给什么老兵 我们一般知道 AJ一个武器班 可能就只有 一个特殊武器选手 可以用 但是老兵 他可以是 一个班里面 很多人可以用 AJ的老兵 我跟你讲 我之前说过 帝国卫队本身 已经是猛男了 帝国卫队老兵 就是猛男里的猛男 所以一般一个 帝国卫队老兵 虽然我们说 在背景里面 他们可能怎么样 各位的老兵 那是相当相当厉害的 所以说 所有种高科技武器 全都给猛男用 这样的话就 在写一般战役的时候 炮灰是如炮灰般的死 但是讲猛男 猛男杀人如麻 这就是设定为故事服务 明白吧 所以说在讲完这些之后 我们说 星际战士还有一个 就是有意思点 什么近战武器 40K没有近战武器 就没有意思了 对吧 那我们肯定要讲40K 就要讲40K近战武器 在星际战士里面 是有大面积使用近战武器的 但是一般取决 你战团战术 比如说 U团 就是Ultra Marine Ultra Marine 他们就是远程武器 和近战武器 是相对比较平均 他们是一个各项 各方面都很全能 很平均的一个 对 但是你像狼团 太空野狼 白色伤疤 就是蒙古人团 白色伤疤 按压守卫 就是那个 刺客团 他们这些团 就对近战武器 就使用的可能 要更多一些 近战武器 就是帝国近战武器 分几种 一种是普通近战武器 普通近战武器 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你从现在 你手上拿把菜刀 它就是普通近战武器 这个东西 普通近战武器 五花八门 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下来是战存里面 一个很独特的设定 叫做动力武器 和零能武器 就是动力武器 是什么的 动力武器叫Power weapon 它是在 它是为了解释 实际上就是我这种讲的 它就是为了解释 为什么在未来 还有两个猛男友 它近战武器对打 它就做了一个设定 是这样的 动力武器是说是在 以一个近战武器为基座 上面有一个立场发生 会发生一种分解立场 这种分解立场 可以一下轻易的 戳穿各种盔甲 就是接触到什么 就把它分解掉 对 它是一种能量武器 动力武器 它威力非常大 然后 这就是解释 为什么他们新战 是要使用近战武器 效率高是吧 像我们说 炼锯剑 炼锯剑是这样的 炼锯剑 我们知道 从现实角度讲 这东西屁用都没有 你动动脑子 就知道这玩意 什么软子用都没有了 但是在战车的背景里面 炼锯剑是新战 是最常用的 最常列装的近战武器 也在大量 在帝国卫队也在用 炼锯剑 它讲了单分子刀片 它是 把单分子刀扔了一把 下面一把电锯 一个单分子刀片还在转 对 它可以 就是这个东西 炼锯剑在出力越大 你威力越大 在背景里面的东西 它基本可以砍开 钢板和钢墙 是新战是最常见的 近战武器 大部分新战战 大部分的新战士官 都会装备一到两把 不 装备一把 当然也有人会装备两把 二刀流这么强 二刀流是有的 比如说鲨鱼团 鲨鱼团就是二刀流 二刀流电锯 二刀流猛男 然后 炼锯武器就是 金战士要体验自己猛男 敌人冲上来了 我除了用枪托砸人以外 我肯定要掏出炼鱼剑去砍 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人都会装备炼锯剑 炼鱼剑普遍装备给什么 装备给突击小队 就使用偷渠背包 杀入敌阵的这些 突击小队不一定会踩 捧你背包 他们也可能不带 就腿了 腿了 对 他们就是精战单位 战术小队一般是师官 才会带炼锯剑 然后 到了老兵 就是你想使用什么用什么的 然后 除了炼锯剑以外 就是动力武器 炼锯剑是没有动力 但是炼锯剑浪漫 一打他有声 虽然说我们知道 在游戏里面 在桌面上 炼锯剑的规则都一般 但他绝对是战锤星战士 近战武器代表 最浪漫的 主要是浪漫 然后我们说动力武器 动力武器我刚才讲的 就是在动力武器 作为一个 近战武器基座上 有个立场发生器 分解立场 特别有 对 这就是很强大近战武器 动力武器就分分几种 比如说动力剑 动力辅 动力辅 动力戳 实际上是动力锤 动力戳是一个笑话 就是当年六版 这个东西他叫 POWER MO 帽是大锤 对 帽是大锤 但是当年 GAMPOWER找了一个 很愚蠢的中文翻译 帽想了半天 不知道翻译成啥 就翻成动力戳 带个章是哪一个 就是一个笑话 叫动力锤 然后还有什么 闪电爪 闪电爪 实际上就是动力爪 你能理解一下 他一般是一对 一对 闪电爪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有些特殊情况下 会有动力锚 动力镰刀 这都是特殊团 才会有这些特殊武器 听起来好酷 然后在新战 还有一种 很特殊的型号 叫做雷锤 雷锤是更强的动力武器 雷锤和动力锤 不是一个东西 对 动力锤是普通锤 雷锤是雷霆锤 是更强的动力武器 然后还有动力拳套 动力拳套 它常常就是 可以用反甲 一拳狂把 坦克装直辆板 打穿那个玩意儿 受人要动力武器 就是动力爪 受人的动力爪 和闪电爪 它是两个东西 闪电爪 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辅助 出力功能 它只是一个动力武器 受人的动力爪 怕我可了 可是比动力拳的威力还大 这些武器 大家你可以这么理解 动力剑就是最标准的动力武器 动力爪 就是说是 我装备两个动力爪 攻速更快 牺牲一些攻击距离 但是更猛火 然后动力锤 就是威力更大 攻速更慢 然后它的破甲性能要差一些 但它的伤害会更高一些 动力锤 动力斧就坚固 动力拳套 专门是用来反甲 反重甲用的 而雷锤就是万能武器 雷锤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能打烂 得谁锤谁 对 在规则上 写线就是说 这些雷锤和动力拳 可以让你的出力翻倍 我可能本来这人 我只能一拳打死野猪 我拿着动力锤 一锤能打死大象 这种雷锤 它只有一个辅助出力功能 它这些武器 只有雷锤有什么 雷锤和动力拳套 有个喷射器或者什么的 它不是同样 就是你会发现这雷锤 它一般会有一个 你的 有一根线接在你的动力背包上 它会让你的出力更大 动力拳套也是这样 但是动力爪 动力剑 动力斧 和动力锤 它们是没有更多的 只是假话事而已 它只是上面有个分解力场 只是一个具有分解力场 如果你想想看 这个动力烧火棍也是可以的 对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般是 大量列装给新战士使用的 精战武器 但是一定要动力武器 也是很珍贵的 对于新战人来说 一般也都只有 士官及以上的军衔 才能够有机会使用 动力武器 就是动力武器 它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我们说 在CVK的故事里面 永远都是装备比人要贵 即便是在 星际战士这里 大家要记住 很多昂贵的装备 也是要比星际战士贵的 最终体现在是 比如说雷锤 雷锤这种东西 就长 就基本上就 终结着小队 才能用 对大面积装备 一般就只有 士官才装备 这东西是很珍贵的 生产起来也比较麻烦 他们虽然 不至于说打坏了 不能生产 但生产起来会比较昂贵 所以说 成本非常高 对 这种近战武器 主要只有在 士官以上才能装备 而且近战武器 威力也都很大 和兽人 我们知道 其他种族 要有自己的近战武器 但是帝国近战武器 看就非常明显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 中世纪武器的 科幻解释版本 它就是为了告诉你 为什么这些猛男们 要在未来 还要使用近战武器打仗 因为帅 因为帅 要给近战武器 一个很酷炫的设定 要过多的介绍 它是什么人使用的 它是一种特殊动力武器 它是智库灵能者用的 就灵能者才能用 对 灵能者会给他一个立场 甭管怎么用 灵能驱动 对 灵能驱动 它会有一个灵能立场的战武 这个威力是非常大的 一般的智库馆长 会使用灵能杖 然后他还有 其他版本有灵能剑 大量的灵能武器 使用在什么地方 被灰骑士使用 灰骑士有灵能双刀 灵能长剑 灵能长颈 拿来反恶魔用的 然后除了这些武器以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武器 一些战团圣物 这个东西就 每一个战团各种各样的圣物 这个东西就不需要赘述了 但是有一个东西 叫帝皇的黑剑 这个东西是 Black Templar黑暗圣堂团用的 这黑剑是一种 很特殊的动力剑 它的威力非常大 就是只有帝皇冠军才能用 帝皇冠军 什么情况 听起来很异端 帝皇冠冠冠军就是 这个冠冠军 这个策略体很混对 帝皇冠冠军是 就是冠军是黑暗圣堂 它的一个特殊的职位 就是说 这些人就受到帝皇的感召 拿起的黑剑 变得非常勇猛 这是一种特殊的近战武器 实际上你仔细一想 所有星际战士的近战武器 设不介绍的 就是你才发现 它其实就是 现代这些冷兵器的 解释版本 对 科幻解释 甚至都没有高科技多少 对 还是那个东西 高科技分解立场是高科技 他有时候也不会解释 封军的立场到底是个什么技术 就是剑刃 封军的立场 对 听起来差不多这个意思 就是说 给你解释这么一个东西 说星际战士拿剑去打人的 是有道理的 凡人帅 对 然后有些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是什么呢 狼团有自己的特殊武器 他们叫寒霜武器 海鸥武器 这都是跟狼团 他自己的星球有关 本地星球有些特殊技术有关 黑暗圣堂也有一些 自己的特殊武器 比如说叫 像什么 那个叫不可饶恕之剑 还是什么 他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武器 那比如红蝎 也有自己的特殊武器 叫蝎毒武器 是很特殊的动力武器 带毒的 他不叫带毒 他的蝎毒只是一个 他的武器上面 所服用的分解立场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更先进 万变不离其中 换汤不换药 还是那个意思 这是星际战士近战武器 基本讲完 大家就理解 星际战士单兵武器 实际上就是这些 就是一个给你 很浪漫的东西 就是先射 射完这双涛胶 对 你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 那讲完之后 我们再讲动力甲 这个很关键 其实 动力甲这个东西 是一个浪漫 实际上 我们知道 在星际战士设定里面 动力甲的上期 我们是讲过 它是种很高科技的盔甲 很关键 它最早当年 这个盔甲从哪来的 是从 泰拉上的声音 叫高科技野蛮人 帝皇从那里 给灵灵战士用的 然后第一批造牌 就是雷霆战士用的雷霆甲 雷霆甲和什么缺点 雷霆甲它的缺点是 它不能在太空中用 它没有密封性 后来就有了MK2和MK3 二型和三型 二型三型 从MK2时 它就有了动力甲的状态 MK2就是 长得像铁桶一样的造型 它有自己的缺点 就MK2和MK3 它都有自己的缺点 这些缺点包括了 有密封不严 过于沉重 或者说是推包出力 它都是这样 但它都有优点 比如MK2的优点 它的防御率非常高 就MK2动力甲的防御率 是从动力甲里面 应该是相当优秀的 然后就有了MK4 MK4动力甲的特点是什么 MK4是最优秀的动力甲 是他们现在所装备的 动力甲里面最优秀 它是一种 很优质的动力甲型号 金工甲 对 金工甲是金工甲 金工甲是金工甲 然后它的 但是制造成本太高 所以实际上生产批量 数量非常少 只有在30K时期 才大规模装备 所以说战车里 就是越老的 刚才我说这MK2MK3MK4MK5 这些装备包括MK6 就MK5这些 在混沌星期战士那里 建的就是非常多的 因为混沌战士是老的时候 对老情况 对 而现在星期战士 使用的最多的是MK7和MK8 这两种是在大攀乱之后 演出出来是生产成本简单 性能也不错 对性能也不错的一套 但是它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在现在的星期战士里 已经没有人能够穿成套的 动力装甲 是吗 成套的动力装甲 就很少见了 大部分人都是散搭的 混轻的 就是胸甲是一个型号 对 你会发现 很多星战士我穿着MK6 就是我穿MK4的胸甲 MK3的 或者MK5的头盔 MK6MK7的肩胛 和臂甲 MK6MK7的背包 其实尤其MK4 以前的背包 是最重要的系统 其实大部分都遗失了 大部分都使用MK6MK7的背包 当然对于大部分星战 当然来说猎装的还是MK7 MK8是一种MK7的改装型号 会有一个护颈 然后动力装甲 它有什么特殊的 实际上在背景面 动力装甲 它是有高出力系统 普通星战士就已经很强了 穿着动力装甲 它就变得更强了 它里面有个产能的设备 然后动力装甲 穿上这种装甲 防御力就大概什么程度 基本上30毫米 40毫米机关炮 这种程度的武器 都能打 你就全弹开了 因为我们知道 你想一个两米 两三米高 穿着动力装甲巨人 那些子弹打 就基本上跟一个机甲一样 就全弹开了 就这么大威力武器 它有什么陶瓷 复合装甲 乱七八糟 解释很多 就是说这个盔甲非常先进 它和这些星战士精神是搏接的 移动速度非常快 就是我们老决人 巨人就会走得慢 星战士穿着动力装甲 本身星战士体能就很好 动力装甲增强它的体能 它能移动速度相当快 比长人反应快那么好几倍 就想象一个两米多高的 壮汉穿着动力装甲 跟风一样 这事太可怕 然后他拿着动力装甲 可能两三秒砍你四五刀 你因为签成片 就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 这就是星战士在实际 就是它那个装甲 实际上并完全不笨重 对完全不笨 它非常强大 然后星战士装甲 分这么多型号的 主要是为什么 就是长久以来的设定 一代一代更迭 就产生这么多设定 它也是星战士设定乐趣的一部分 混沌那边 装甲的就很独特 我们在讲混沌的时候 我们会说 然后星战士使用的背包 现在他们使用的背包 也是一种新的背包 天鹰式背包 就是说这种背包 是混沌非常少 混沌使用的非常少 这个背包 就是星战士现在使用的背包 它也是 30K末年才被研究出来的 在此之前 他们使用的是另一种型号 这个型号 它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就是体积太大 噪音太大等等一系列的缺点 所以说你会发现 混沌星战士使用的武器 大部分是旧型号 但是不一定 这些东西 我们都讲混沌的时候 我们再讲 混沌的部分非常有意思 我们回头再讲 包括我刚才说的 复合爆弹枪 实际上混沌也很少有 因为比较新 对 也比较新 然后在全部这些东西 都讲完了之后 就要提一点什么 是 30K星战士有更多的武器选择 不是现在我们这些 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它更多的武器选择 但这大部分都遗失了 所以说30K 40K 我们不会混着讲 以后有机会讲30K的话 我们会再着重讲 30K实际星战士装备 那里装备就更多了 还有什么爆燃武器 爆能武器 就非常多 还有我们知道 加特林这个东西 实际上也在 星战士是有使用的 就是组上阔过 对 组上阔过 然后讲完动力甲之后 我们讲金弓甲 金弓甲上就是动力甲的 高阶版本 我们把动力甲打的 每一片零件都手工打造 做的特别好 因为我们知道战锤是一个 鲜量版 这是动力甲 动力甲讲完讲什么 讲终结者甲 终结者甲实际上是什么 终结者甲在背景设定 早年背景设定里面 终结者甲并不是一种武器 并不是一种护具 它是早年人类黄金时代的 拨鲁工艺服 早年黄金工艺服 就是工业用服 它的防御力非常高 但很笨重 工业防护服 对 终结者甲是真的有一点笨重 因为它非常的沉重 它的防御力极高 坦克主炮一炮打进去 坦克炮弹炸开 它不会有事 没事 大家可以打开 推荐大家有一款游戏 叫Space Hawk 太空飞机 Space Hawk可不推荐 Space Hawk你玩了之后 你会发现 终结者甲脆的跟纸一样 我不是说死亡之意 那部作品 我是说作为 回缩制的特别游戏 Space Hawk Space Hawk里面 终结者甲也够脆的 脆的只要是有原因的 往待会再说 但是大家可以显示一下 那个造型 你看封面上造型 那个就是终结者甲 是很重型的终结者甲 它也是经过了 多种型号更迭的 早年有什么 塔尔塔罗斯 铁骑行 到现在不驱行 是不驱行 现在使用最多的一种型号 不驱行中介者甲 它就是这种型号 它很笨重 所以说终结者 一般都是几种用途 正面攻坚 中介者有两种型号 一种是远程 一种是近战 近战就是风暴盾加 非常好看的大盾 风暴盾是什么东西 风暴盾是一种 新战士特殊武器 它会产生一种立场 立场强 这种立场强 威力非常大 就是什么激光 什么离子都能挡下来 当然也是在背景里面 它也是有一定概率的 但是从背后打 是正面的 然后他们会拿着盾和雷锤 穿重甲 一步一步走 缓慢的坚定的 然后他们身上还有 很有即时感真的 对 不可阻挡 在文化游戏里 有一个 然后他们身上还有传送器 因为它移动速度 战斗灵活性比较低 光传送在你面前 然后他们大量使用 在战舰跳帮站上 啵 跳帮过去 开始人家打 但是终结者甲 他们所使用的武器 都和一般其实不太一样的 终结者甲的远程型号 他们不太会使用 常见的 爆弹枪 他们会使用什么 他们会使用爆风爆弹枪 爆风爆弹枪 其实是 也是一种载具武器 和一些 可能有一些 士官以上的军门 就是实际上爆风爆弹枪 就是两把爆弹枪 经过一些改装 装在一起 射速更快 双连 射速更快 这么浪漫的 然后他们使用的重武器 是突击炮 突击炮是什么 是一种六管速射武器 突击炮的口径 它子弹弹速非常快 射速非常快 在这个武器 你就理解成这种加特林 实际上它不是加特林 为什么呢 因为在很多年以前 星际战士 曾经有加特林这个武器 就是大家知道 泰拉上大家最熟悉的加特林 一模一样 什么泰拉 地球上最熟悉的 大家最熟悉的那种加特林 但是这个五星加特林口径有点偏小 就在星际战士研究 它口径是偏小的 这个时候 由血天使和帝国之泉 他们经过研究 就研究出来了突击炮 突击炮 这种大量装备 所以这个东西 混沌星际战士也没有 分爆盾也是帝国之泉 他们搞研究 所以混沌星际战士也没有 但是远程突击者 突击者 作人单位简直就是一个人形的载具 然后他有时候还会使用用导弹 扛在肩上 对导弹武器我刚才忘记讲了 就是说星际战士也使用导弹 作为他们重武器 是一种反载具 但导弹的性能效能 是不如激光炮的 但导弹它是一种很泛用 因为导弹有几种弹头 破散弹头 破变弹 反人群 那个穿甲弹 反载具 还有防空弹 防空弹又蒸着导弹 可以打飞机 就是说导弹是很泛用的武器 也是在星际战士重武器小队里面 很常见 但是中阶者使用的导弹 它不太一样 它是个导弹槽在自己肩膀上 因为你知道中阶者 它很难给自己装弹 因为它其实活动是很受限的 所以它是在肩膀上 背一个导弹槽上 装了很多发 一发一发一发打 然后还有中喷火和突击炮 实际上它全都是攻坚武器 你会发现中阶者假的武器 全是攻坚武器 所以它会放弃磷光性 对它会正面冲 靠装甲来扛下来 而且中阶者假除了假后以外 它还有一身 本身就有中阶者立场 是个立场护盾 当然这个护盾没有风暴盾那么厉害 它们本质原理 但也够狂打了 对 在除了这些武器以外 星际战士还有很多辅助用的单位武器 比如说鸟捕仪 扫描仪 扫描仪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辅助性的装备 比如说瞄准器 类似的 你不知道有些重武器 我都会使用一个叫小天使 实际上我们知道小天使就是一种机服 改造的东西 把死去的婴儿改造出来一种东西 这个玩意就是重武器的观测 无人机 但是我们知道帝国是没有AI的 所以一切跟无人机有关 这小东西都必须是由人来构成的 所以小天使就是死去的小孩 改装而成的 这个东西听着很反应类 但是在战锤这一个Green Reduct 背景它就很合理 很符合的风格 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小军备 都构成了星星战士的单兵作战武器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星星战士 它本身就是一台杀戮机器 有大量的装备去供给它 是的 去打仗 在刚才讲这装甲这些东西 对 还有一个东西叫铁光环 也是个立场发生器 它和风暴盾是一个类似的东西 它也是由星战士要军官级别 带着手 比如说连长 团长 中尉 这种级别才能够使用 它也是一个立场发生器 它比风暴盾性能要弱一点 但比风暴盾 就是怎么说呢 更常见一点 然后便携一些 对便携一些 风暴盾必须是一面盾牌 你要舍弃整个东西 那讲完了这些 大家说 那星星战士就只有 没有重武器火力吗 他们是有的 星星战士的重武器火力 其实分这么几个部分 讲这部分之前 就要提一个 就是说帝国的载具 也是很时髦 它是模块化的 在讲IJ的时候 我们回头会讲 我们先来讲星星战士 星星战士所有的载具 基于一个东西 叫犀牛运兵车 犀牛运兵车 它在帝国的服役时间 非常久 它的ST是非常古老 也很完备的 金战士所有的坦克 其实都是犀牛运兵车的 改装型 犀牛运兵车 是一种全地形车辆 它是履带车 它的越野性能 各种性能都非常好 在地面时速也很快 它的发动机 非常皮实耐用 可以使用大部分 你能找到的能源 然后它的ST生产成本 也不是很高 然后它的防御力也不错 它的防御力 就是一般来说 能够防御大部分 中小口径的轻武器的攻击 相当好使 相当好使 它的改装型号 比如说假如 新战士我需要前线 能够运兵 同时提供火力支援 它会有个型号叫豪猪 牺牲一部分 成员搭载性能 装一个武器平台在上面 这个武器平台有各种各样 比如说激光炮 两本是激光炮 离子 离子枪加激光炮 中包弹 中包弹 喷火 突击炮 就是说我需要什么轻炮 我换什么轻炮 很零食化 很零食化 模块化的 而里面一半的成员载在舱口 被削掉 换成装弹药 弹药补给舱盒 武器提供武器的电能 电力平台 变成一个火力支援平台 然后犀牛一般里面 是拉10个人 可以刚好装下 一个新战士班族 但是豪猪 它里面只能装6个人 就像他牺牲了一半空间 这是一个 如果说我需要主战坦克 那怎么办 主战坦克也有 就是猎尸者坦克 他把所有的载人空间 全部都丢掉了 装了一门大出力的 坦克主炮 是一门专用的自动炮 自动炮 我之前可能没有提过 自动炮就是一种 中口径宿舍炮 它的口径可能是比 帝国威队常见 弹坦克炮要小 但它射速很快 支援性能就很 装一门中口径的自动炮 然后旁边还有两个 侧挂武器平台 一般犀牛旁边 两扇门是出人的 我现在把里面 人员载上 全部都取掉了 装两个侧挂武器平台 这武器平台 可以从激光炮到喷火器 到中爆弹都有 想装啥装啥 装啥装啥 它就是模块化 非常先进 同时因为 没有了载人功能 内部排线有了改变之后 加装它的装甲厚度 所以它的装甲非常强 可以抵御 甚至导弹这类武器的 攻击它都能够防御的 就是典型的作战坦克 作战坦克 然后 这个坦克我们说 它虽然能换激光炮 能换什么 但我们需要攻坚 攻坚的时候怎么办 好 我们把车面 驾驶舱后仪装一枫 大型旧炮在上面 这个就变成了 维护者 维护者破击炮 攻城炮 这个旧炮的口径巨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突击火 突击火这个型号 就是德国的突击火 装门旧炮在前面 装一个 前面装一个推土铲 攻坚用的 突到前面 一炮把城墙打穿 然后人往里面冲 就不需要炮台了 对 那我说 我觉得有了这个东西 我还需要一个 远程火力支援 那我怎么办 没问题 炫焚导弹车 还是用这个东西改 装一个炫焚导弹 就是类似于导弹成卡丘上 老远的导弹 哗哗哗打 就是说你会发现 星期战士所有的武器 就是常验的 火力支援平台 全都是建立在这 一个车型基础上 这就是帝国的 很多载具特点 它是模块化的 可改造的 实际上这是跟STC有关 因为STC很模块化 对 因为帝国STC 大部分时候 它是模块化STC 在这个STC基础上 会有各种各样的改型 但实际上 在不同的团 在不同需要上 它会自己有一点单的改装 比如说薛天使 它很有意思 它有一个叫巴尔型的烈尸者 它把上面的炮 装了两门 高射速的突击炮 还装了火焰喷射器 机械教就不乐意了 你们简直 我热了狗了 你们居然敢这么干 这种事情 我要举报你们 薛天使 我还管你的 我改就改了 你指几个团 然后机械教一看 薛天使出创谈 这个后排 后排比较硬 又管不住 怎么办 大家开始讨论 这种改装到底一不一端 讨论了两百年 最终发现 原来这个改造型号 原来艾斯江有记载 我们就看漏了 然后就说 帝国的迂腐 就体现在这个事情 实际上星星战士 很大的成长 有他们的自治权 那么讲完了犀牛 以犀牛为底的武器品牌 当然还有远古犀牛 这个事情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来讲个东西 叫什么 叫无畏机甲 这个东西很浪漫 无畏机甲是真的浪漫 无畏机甲 他本身上不是一个机甲 他实际上是一个战士 这是背景设定 实际上是这样 无畏机甲里面是有人的 他是当一个星际战士 被打死了之后 他依然 这个人可能 他是一个作战很应勇的人 我们知道 星际战士设定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活下 就是为了战斗 不眠不休 死亡是帝国 给他们唯一的礼物 包括礼物 就是说 你就是死的时候 你会解脱 你就放下了肩上的重担 放弃了解救 人类的重担 你可以休息了 死亡是最后休息 但有些人 我就是死了 我还要战斗 Even after death I still fight 然后就把你塞到了 无畏机甲里 你还要开着无畏机甲战斗 我们上次说过 他星际战士在重伤之后 是能假死的 但是有些星际战士 重伤假死都活不过来了 都治不好了 实际上 然后就把它泡在了 无畏机甲里面 有一个生命维护装置 这生命维护装置 实际上是把你的 最终的残区 禁制在这个里面了 在禁制在里面之后 他你就作为一个 实际上你已经死了 但是你还有意识在战斗 你开着无畏机甲战斗 一般无畏机甲里面 能够进去的人 都是老兵 战斗英雄 战斗英烈 当然有时候 可能还是要尊重一下 比如说 有些人说 我他妈 你们听好了 比如连长 我按连长 我死了 你们谁敢把我塞在无畏机甲里 我要跟你火 我不进去 我不进去 行不 你死了就不进去 但有些时候你说这个人太猛了 实在是舍不得 做这个团长 妈的 这人死了亏 还是会塞进去 然后有些时候出来就很生气 就团长 我他妈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就这么坑兄弟吧 但是他们终究因为自身的职责原因 也会接受这件事情 而且实际上大部分星际战士 也不会拒绝这件事 为了皇帝战斗 因为它也是无上的荣耀 会有这种想法的人 就是狼团比较特殊一点 还皮一点 比如说一个非常著名的 比约恩 就是最古老那台无畏 就帝国县最古老那台无畏 一万多年 对 他是个30K的人 比约恩就说 老子死了 你们他妈谁都别把 往无畏里面塞 我跟你讲 塞我跟你急 但因为他确实太厉害 他战斗英雄 尤其他是原体护卫 他见过帝皇 见过鲁斯 他是跟鲁斯一起干斗过 就这样的人 他死了 狼团能把他放下吗 最终狼团还是把他塞到无畏机家里了 塞进去比约恩起来就很生气 谁啊 你说这些人真的是 他也没有办法 就去答了 机甲里面是件很痛苦的事 因为你是已经死了 死亡的记忆和死亡的感受 时刻是停留在你的大脑里的 虽然他解释说是 你泡在那个 这个维生舱门 就像泡在你的那个上面 泡在洋水里一样 是很舒适 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每一次战争 对于唤醒这些死者来说 都是比较痛苦的 他们虽然说是体感很舒适 但是死亡毕竟是在他们身上 他们每战斗一次战斗完 就要被沉睡 就要被拉回到自己战团里面 就像他们休眠 就像又死了一次 他不是一直在那里是吗 一直在 你一直在里面 就把这机甲拉回去 让你休息了 休息的时候其实是关机 然后牧师会把你 在打仗时把你唤醒 一般来说在五位机甲里面 带着这些人 都是很崇高的 哪怕是混沌心机战士 都很尊重这些人 因为他们都是 真的是卓越的战士 都是你的老前辈 但是他们每唤醒一次 他们唤醒难度就会增加 有些人可能 打了很多时候就在 就醒不来了 完全完成了 彻底就死 就醒不来了 那也不是永恒的 然后这个时候 就会把他放上 把安葬换一个新的人进去 就是五位机甲的造型 是个方盒子 然后五位机甲制造 其实是有难度的 所以说一旦 一旦五位机甲被打烂 新战士不及其他代价 把他抢回来 这个东西类似军团的遗物 因为他并不是 五位机甲战斗力很强 他是很强 他的出力非常高 战斗近战很强 他同时搭载各种远程武器 他对他机甲 还是要提醒大家 他的造型些微有些滑稽 对他像个棺材 像个冰箱 对像个长腿的冰箱 对他也有好看的型号 这是FW出的 回头我们以后再讲 前进型号的时候 就说这个东西 他的象征意义远 大于他的战斗意义 他里面那个人 持续战略 他的战争经验非常丰富 往往一个五位机甲 在战场上 能够指挥上部队 产生更高的效果 没错 他能激励这些战士 对激励这些战士 所以五位机甲 对于一个战团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五位机甲 和神圣无位机甲 就更重要 这里面往往就 关着真是这么牛人了 这种人就绝对不能少 绝对不能 而且神圣无位机甲 他这个脸 就是他的冰箱 大方盒子 正面还会 比如说会相刻一些 帝皇的名文 雕文什么 神圣无位机甲的 整体型号 他也要更先进一些 然后同时 神圣无位机甲 还有各种 其他型号 比如说工程型号 工程无位机甲 还有比如说 铁甲无位 就是说他的装甲更厚 在薛天使 还有愤怒无位 然后在狼团 还有所谓的 他们狼团专门的斧盾 一个大斧 一个盾牌 和狼团战斗风格的 这种无位机甲 他无位机甲 实际上就是用来 容纳那些 已经死去的战士 但他们还不愿意死的战士 才像其战斗 他有的 有一个特例 是什么呢 是白巴 白巴是很流行 疯一样的男人 他们喜欢骑摩托 他们不愿意 进无位机甲 但是白巴 有一台无位 很特殊的 是什么呢 是这个人 坚决要进无位机甲 是什么 他和这个混沌 打了之后 他没打赢 他死了 我跟你 我不能死 你把我弄到无位机甲里 老子要跟他没玩 我跟你讲 然后他就被塞到 无位机甲里了 然后就继续去打混沌 所以说无位机甲 本上来说是 星际战士的一种 你说他是火力 大型火力支援平台 他也对 他同时兼顾了近战和火力支援 但最重要的是 他的象征意义 最重要他的象征意义 他的战术指挥能力 战术的历史 可能在游戏里面 我们体会不到这一点 然后拴无位机甲 我们来说一个东西 就是兰德截略者 Land Raider Land Raider 这个东西 背景大家其实百度一搜到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 叫阿堪兰德 阿堪兰德 发现两个东西 一个叫 一个是一种反中力技术 一个就是兰德坦克 兰德机甲 就兰德坦克 他早年其实大规模使用的 在squat矮人 太空矮人还在的时候 我先说太空矮人 这个设定没有删 没有删掉 太空矮人没有被灭族的时候 太空矮人也大量装备兰德 但兰德现在实际上 兰德犀牛 他们只装备给星星战士 因为这些东西 他非常就是在 大反乱末期 因为叛军非常多 所以就下令这种 高使用威力强大的装备 只允许装备给星星战士 当年曾经凡人也是使用过兰德的 但是现在兰德只能给星星战士用 兰德实际上就是一种 非常先进的装备 它长的就是一个方方的 它的盔甲 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装甲运营车的造型 它的装甲非常厚 厚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可能热绒都打不穿 它是星战士最重的装甲 它上面的武器 搭载火力平台威力非常大 它们同时搭载四门激光炮 四门激光炮 你想象的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在这种 两门激光炮 两门激光炮同时还能搭载各种反步兵武器 同时它运兵车能拉很多人 它能拉终结者 这么重的力量重型坦克冲过去 撞开敌方的防线 用激光炮和突击武器 扫射敌人之后 下面再出来几个穿着重甲的猛男 对面就疯了 对面就疯了 这是星际战士用来正面攻坚 威力最大的坦克 这么一说 其实我刚才说的 像现在的装甲车还不太合适 它比较像第一辆坦克 对 它的造型就比较马克思 它的激光炮都是放在两侧 对 兰德 实际上阿堪兰德 发现这辆坦克之后 它有很多型号 但是流传到现在 实际上只有现在这一种 当然它也是一样模块化 它上面也分各种武器平台 改装完也是各种不同的武器型号 它还有指挥型号 它还有火力支援型号 反步兵型号 反载具型号 比如十字兵就是反步兵型号 也是一样模块化 根据替换上面的武器 该换换 所以说这就是星战士的重武器 基本你能看出星战士 它的就是 我只有在需要攻坚的时候 我才需要攻坚 大部分是我都开始斩首的 攻坚行动都是在星战士 很少见的行动 除非特殊情况 大面积星战士 全军出动才会有攻坚 兰德这种东西 即便在星战士上面 也是很少的 也是都是珍贵的武器 少见且不多用 一般都只会配给伊莲 只会配给伊莲 有一辆 不是有一辆 有很多辆的 伊莲大量使用 也会给下发给其他连队 当然看情况 但当每个连队 都会有自己的坦克 对这 然后一般都会 所有这些武器坦克装备 都是技术军事负责 维护 装备维护 然后星战士 还有什么 刚才说 还有一个兰德速攻艇 就是兰德发现一种反重力设备 就是速攻艇 速攻艇 就属于是星战士的 快速支援火力平台 它上面装的武器 一般都是各种 就是反步兵武器 也有时候装热熔 打完就跑 速度非常快 上面有两个星战士 一个负责操纵 一个中包弹 一个负责驾驶 想想光环 就打完就跑 就是那样东西 速攻艇 在除了一辆东西 星战士其实还有空军 我上次解释了 星战士的空军 和其他人是分开的 能自己管 对 但星战士空军 本质上来说 实际上也是辅助 星战士战斗使用 它的空军分成这么几种 风暴爪 是一种专门反步兵的 地面攻击 攻击体 类似攻击机 对 星战士所有的 它都是 都是那个垂直起降 风暴爪 就是说我停到这里之后 飞得快 轻巧 火力充足 还是支援地面 然后它有专门的空优机 空优机就是 风暴爪的一个改型 它不能 它拆掉了 垂直起降这些设备 它装的全部都是 空对空武器 激光武器 专门用来对付空军的 这个东西就是 星战士一旦要被对方 因为星战士很依赖 制空权 因为它所有的补给 都要靠制空权来保证 那在星战士 遇到对方 大面空军的时候 它就要上自己的飞机去打 除了这两架小飞机以外 它有个大飞机 叫风暴 就是Thomas Raven风暴鸭 风暴鸭是一种重型飞机 它长得一点都不符合 空气动力学 严格来说 我觉得它是飞不起来的 那无所谓 那无所谓 风暴鸭是一种 非常强大的火力武器 之间平台 它上面所有的武器 都跟地面坦克的武器 装备是一样的 就是飞行坦克 飞行坦克 会飞的坦克 它是 基本就是如果有咬不掉的 对面那种大型武器 我就要开一下风暴鸭 过来进去支援 有点像ACU30 对 同时风暴鸭 它还可以搭载无畏机甲 它可以把无畏机甲 拉到前线扔下来 它同时兼顾了运输机 火力支援 火力支援 等等一切平台 你就发现 星之战士所有的武器装备 它都是为了 星之战士本身而服务的 它不像是 帝国卫队封军种 这个军种 它就是帝国卫队的军 五位有一些冗余之处 对 然后星之战士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空降舱 对 空降舱就是说 它是从空中一下扔下来 上面搭载10个人 或者5个人 跳来之后 这星之战士从天而降宽 砸落之后就开始对一些死亡打击 这些东西 空降舱实际上就是 星之战士最常用的战术 斩首 但是空降舱这个东西 并不是 什么战术下都适用 空降舱一定要在 确定了对方的重点 斩首目标之后 才大面积 砸在他脸上 如果你一旦要是战术 失误 砸下来这些人就被孤立了 他们很容易就会遇到危险 然后星之战士 就大量星之战士 怎么牺牲就是这么牺牲的 就砸下来之后 战术目标失误 没有打掉 情报有误 坏了 糟了 尤其这个时候常见在什么地方 就是低估了 尤其比较打兽人 低估了挖BOSS的实力 10个星之战 落地下来之后冲上去 发现挖BOSS打不过 尴尬了 尴尬了 然后挖BOSS一声大喊 手上围上来 糟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但是他就是用了 星之战士死亡打击 斩首的一个品牌 所以星之战士叫什么 死亡天使 戴死亡目标 往往随时星之战士 空降舱还有他们的飞胞 飞胞物兵也会从天而降 一起搭配之后 本身空降舱砸到地上 就有威慑效果 砸在脸上 最后要讲一个东西 就是雷音运输机 星之战士最大的 最重型的武器平台 雷音运输机上面可以拉什么 它的雷音运输机的运输型号 可以拉两辆兰德 只把两辆兰德部署在战场上 而它的运兵型号上面 能拉将近几个班 一整个 什么一整个班 将近三到四个班的星之战士 从上面就能拉到战场上 然后这些雷音武器平台上面 还有一门叫什么 有一门火山炮 就我刚才说的高强路 这个火山炮的威慑 一炮基本上过去 即便对面是泰坦 都能把泰坦的腿上打断 甚至把泰坦直接一炮干掉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这种战略投送的 它是一种从 它是一种太空飞行器 飞在地面上 这是星之战士最强大的空中支援 大气下降作战 大气下降作战 对 一般雷音运输机是 可以说是星之战士的命羹子 一旦雷音一个星战团 雷音运输机被打掉了 我跟你讲 这个事就很严重了 除了当你说你是优团那种 不怕糟 家大世界大 你要那种穷团 你雷音运输机打掉 这是很亏的 再等于给你发配一架 雷音运输机来 都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几百年干不了价 所以这个东西是 对于星之战士上是很珍贵的 它一般也是星之战士 从他们的战舰上 大面积向下部署的时候 就要靠雷音运输机 在你如果 就是我为什么很推荐大家 去玩DOWE 你玩DOWE 它真的对星之战士的战术 部署描述的非常好 你就看 比如说DOWE里面 星之战士造兵的时候 就是我造下兵 一架雷音运输机 哐飞下来 然后一票人 不是一票人 运下了一辆坦克 然后造兵的时候 一个空降舱 哐落到自己的基地舱上 下来一群人 就这样 它这就是星之战士的部署 对 刚才讲的这些 就是星之战士的武器装备 搭配第一期和第二期 星之战士的改造 星之战士的改造 和星之战士的武库 你知道星之战士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军事实力 军事构成 星之战士在讲明了 就是说 在这个故事的背景 它就是超人主角 一群超人 拿着超级武器 开着超级载具 从天阿将 扫荡一切的 这样一种形象 我们也能够理解 就为什么 我们说星之战士 它是一个 超级存在 因为你看它所使用的 一切东西都是为了 能够彰显星之战士 本身的作战力量而存在 星之战士最大的武器 是星之战士本身 而不是它的武器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一期就基本上是 而到这时常规的 可能还有一些反作 比如星之战士 有雷火炮 就是一种远程火力平台 它是一个四管炮 搭在一个自走小车上 会有一个技术精神 带着它 远程雷火炮 转送来反步兵的 然后它其实星之战士 类似的武器 还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来自 但这些东西我们就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 以后我们遇到一个 一些有机会 遇到一个讲一个 我现在给你讲的都是 Game Workshop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设定里面 基本就是这些 所有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一个普遍性的 其实是有特殊的 特殊的什么型号特殊的 你比如说 U团它有一种特殊型号的 蓝德 叫做蓝德极限型 蓝德极限型 它能装四门激光炮 这比较强 它的激光炮 它的搭载数量非常多 然后不同的团 还有自己不同的改装 比如说狼团有特殊的五位 然后说 就比如说 死亡守望 它还有自己的飞行器 灰骑士 它还有自己的作战单位 当然这都是特殊的 以后我们挨个讲的时候 我们再单独讲 今天讲的全部都是 普遍情况 原来如此 OK 这差不多 稍微有点超时 讲的还挺多 我这期差不多 我们把几乎所有的 常规五位 都梳理了一下 讲的五倍 我们下一期 终于就可以展开 讲讲 混沌信息战 这样才比较方便讲 你得了解五倍之后 才能比较 他们相互的关系 差别 对 那我们 也不知道大家 听的开不开心 我听的挺开心 因为我是 就听了你们这节目 我发现我应该是 应该很喜欢帝国 和整个设定的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老以为我自己是一个 叫什么讲 混乱善良 慢慢从年龄增长 发现我不是 我是一个手续邪恶 那挺适合你的 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 整个人类帝国的设定 OK 那行 喜欢的朋友 喜欢混沌的朋友 可以期待一下下期 很期待 我们要开始讲 混沌信息战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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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